今天已经是进入第五年的我们的这个Earth Day Carnival 每一年我们都有不同样的惊喜 不过今年可以算是更加的挑战了 因为我们要开始做这个主题叫 I'm on a friendly diet 随便说要有厨房啦 要准备食物啦 要更多的人手啦 要更多的用具啦 不过真的是感谢我的团队 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一起努力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有压力 怕自己做不好 怕自己做不来 可是后来经过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我感觉自己越来越 越来越放 越来越开心 然后有很大很大的满足感 因为我觉得虽然是辛苦我们set up这些东西 真的不简单 我们从零到有这么完整的一个cafe 然后有档口 然后有我们的exhibitor 一起参加 心里的感动咯 很感动 很感恩 觉得有这个机会在这边 上过关于环保的讯息 把这么好的能量带给整个Gizamo 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 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这一次做的carnival 也是在播种子 就是说我们尽量在播种子 就是说告诉下一代 然后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很好的使命 就是告诉大家吃得健康 然后保护这个地球 Just like the team 就真的是很像一个jigsaw puzzle 然后那个jigsaw puzzle 在这一次的earth day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我真的是看到了一整片完整的jigsaw puzzle 然后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它的岗位那边 把它给挥扬得非常的好 就很感动了 我们有这么一个团队了 而且我觉得我们并不孤单 因为是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人 大家敏据在一起的那个力量 我觉得 真的是我觉得充满的希望 而且真的是觉得小小的力量 真的是心心之火可以了解 然后很谢谢每一个人 可以把这个事情那么充满的爱 充满的无条件的去把它圆满成起来 我也是觉得说 其实也不会很累 因为你是觉得你说你是在做这 你喜欢做的东西 很大的改变就是 我之前没有吃素 现在已经完全吃素了 这一次是除了我自己本身 还有我们整个kitchen的team都做得很好 虽然是很辛苦 可是很有满足感 真的很累 这五天但是很开心 这几天学到很多东西 尤其是我学会泡咖啡 然后如果你有试到的话 的确是很不错 很好 不够我很累了 想不到吃一点跟你讲 可以吗 很喜欢 大家都很努力在做 然后成绩也 很不错 然后我们的just like cafe 我觉得精神是一流 服务也是一流的 我感谢我的团队们 在这五天的团队里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没有他们 是很难的 不错 可以玩的 现在一次在玩的 好 每一年都抓 我们每一年都来一次 YES 好像一家人 所以还是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just like 谢谢大家 请支持环保 又累又好玩吧 哈哈哈 我们两个大小 就快要收工了 最感动的是 我们的团队 在短短的几个星期 把这个东西实现了 再一次 谢谢大家的配合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就这个整个的一百多七 不用说咯 对 Just like的同意还是最棒的 终于可以回家睡觉了 哈哈哈 拜拜